我男朋友是一个特别爱干净的人 虽然说爱干净是好事 但是他真的太爱干净了 我认为我是正常人 但他的程度可以算得上是洁癖 并且他现在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变得越来越不顾及我的感受 他已经不是我之前认识的那样了 不论是说话还是生活 我们之间总是因为一点小事就争吵 我要求的不多 只是希望他能改一改 但他还是这样 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 我觉得他说话很温柔 平时对我也很体贴 但现在他变得越来越暴躁 平时说话也不顾及我的感受 有时候甚至还动起手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 而且现在也总挑我的毛病 嫌弃我这嫌弃我那的 现在总因为一些小事吵架 甚至在朋友面前也不会给我面子 我想好好走下去 但我不知道这样继续下去 还怎么能在一起 互相嫌弃还叫爱情吗 老师们会如何帮助他们呢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小周 24岁来自辽宁 实习设计师 女嘉宾小罗 24岁来自河北 是一名学生 来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主持人好 谈恋爱多久 半年多了 一个学校的还是 不是一个学校的 我们之前是坚职认识的 坚职认识的 对 谈了半年多就矛盾重重了 就是在半年多就已经 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了 都解决不了了 对 小片里说他特别爱干净 一般人就是爱干净 是很正常的 对 然后他这种干净 就是让人特别受不了 比如说 就比如说 我们有时候出去吃饭 他喜欢冲餐具 就是那个餐具 他已经就是用那个膜包住了 上面已经写着 以消毒 然后他就非要用水先冲一遍 然后再用开水再烫一遍 这没什么呀 你让他做就是了 也不影响你 但是有的服务员 他会这么干 有的服务员 他就不会这么干 不是 你别让服务员干 你自己干不就完了吗 对 我劝过他 我说 你就自己冲不就行了吗 你不要让人家帮你弄 那也不是那么回事啊 我去饭店吃饭 然后餐具什么 我自己洗 那我怎么不买点菜 去饭店自己炒吃 因为你不放心他嘛 他提供的 他认为是干净的 你觉得不干净 你自己处理一下会怎样 但是我觉得 正常饭店应该做的嘛 而且有的饭店 他是有那种消毒的膜嘛 但有挺多饭店 他还没有 上面餐具好成灰呢 就应该再重新清洗一遍嘛 洗不就完了吗 有的服务员 他都不愿意洗 你要这么讲 你也可以带双碗筷出去嘛 也没什么 我觉得提倡这个环保对吧 这不是大问题啊 孩子 我觉得你没有必要 这么斤斤计较 不不 这不是问题 你就让他计较着呗 他喜欢这个 关键是 你爱他吗 嗯 行 以后 自己买碗筷 专门给他带一份 到了饭店吧 饭店那个女吃 把他那份给他 不就完了吗 关键是他自己 他也不乐意带 你给他带 咱们不矫情这事 我为什么要给他带 我的天哪 他要洗的 然后他为什么要让我带 挺沉的 行行行行行 那你们还说彼此相爱吗 我是挺喜欢 但是他这个毛病 我真受不了 就是你比如说 有一次我们两个 出去吃饭 然后他就是 非要让扶妖 给他再冲一次 然后扶妖也不乐意吧 然后他就非要 拉着我再换饭馆 换另一家餐厅 换呗 然后我跟他去找了 换一家 人家也不乐意 给他洗给他烫 然后就拉着我接着换 那天我俩特别特别累 我已经饿到走不动了 他就一直拽着我 跟他去找饭店 所以我找了有五家吧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我就直接走了 你不跟他吃了 已经 走得到也对 再不走就得饿死 就这么累了 你都不自己洗个碗 但是我觉得 这就是一个 个人卫生问题 那也不是毛病 你也没必要跟我生气 我也是为了咋俩好吗 你这不是在折腾我吗 他就是 到后来都不跟我一起吃饭了 对 要我也不去 就是他一个月都不找我 然后我给他打电话 我就说那咱俩出去玩呗 看看电影吃个饭啊 然后他说不行 有事 然后我晚上 看他闺蜜朋友圈的时候 我看他俩出去吃了 然后又唱歌什么的 就特别嗨 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说你到底在哪呢 他说在家 然后我说我都看上 你闺蜜发朋友圈了 你这不是在骗我吗 然后他说他嫌弃我 说我吃饭什么的 特别磨叽 特别要求参聚的干净什么的 对啊 就你这样 谁愿意跟你出去吃啊 是啊 我也觉得没错呀 我觉得我当时犯唯一的错 就是我应该提醒我闺蜜一下 记得屏蔽他 结果我闺蜜给忘了 然后就被他看见 听明白 这女生已经嫌弃要分手了 男人还不自知呢 就是我已经不想跟他出去吃饭了 我没听说 谁就会嫌对方爱干净的 那你说你作为一个女生 你这不是不正常吗 那你平时你也不注意啊 你说你那衣服 别的女生都一天换三回 你都半个多月不换一次 你怎么知道我是半个月不换 我上一次我就说 你这衣服是不是没洗 然后他说洗了呀 我看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见他第一次 穿这个衣服的时候 就上面就有一个特大 一个油点 就是一点都不大 就一个小游戏 然后我等一个月之后 再看他穿这件衣服的时候 他那有点还在 所以你的逻辑是他没洗 就肯定没有洗啊 我感觉就是仔细的 那我还有那菜味呢 我是因为 我是因为那时候是夏天 出汗比较多嘛 然后就会有味 但是我觉得我跟他已经 就是很亲密的关系了 我没有必要就是 见他面 我还要弄得相当分的 然后洗个衣服 然后什么呢 我平时就是 见我朋友啊 或者是我家里人啊 我都可以不洗脸出门的 那个 脸还是洗一下吧 姑娘 但是我就是觉得 是亲近的人才这样的 这个 但是他买我这些事吧 我觉得都是一些小事 就是耽误不了 比如说我喜欢你啊 或者什么的 你今天哪小事啊 就是他直接批刀 他喝水都不喝我用过的 就是我们两个买奶茶吧 去看电影买奶茶 是珍珠奶茶嘛 要插管的 他那个杯子口比较小 就是只能插一个管 他就是非要把 那个奶茶盖掀开 然后插两个管进去才行 就死活他都不跟我 用一个管 那这能赖我吗 就是主持人 他自己的喝水习惯 有毛病他喝水 他用洗管 就比如说喝珍奶茶 那里头有珍珠吗 他喝那个三个珍珠 能往回吐俩 对 那我不是没有这么大口吗 我拿到一口气都吸进去 就是我在心里上就受不了 然后你还非得让我跟你喝一杯 哎呀 这个这个有点听不下去了啊 你们买两杯奶茶不行吗 就他一定要跟我喝一杯 因为本来就是看电影嘛 我拿一杯进去了 你就跟着我一起喝呗 你还要把盖掀开插两个管 第二个人看咱俩 就跟看俩奇葩似的 哎 你说我敞着盖插两个管 那么这事咱就不说了吧 行还有别的吗 还有就是挺严重的 就是他脾气挺暴躁的 脾气暴 哎动手 跟谁 跟我 打你啊 对 嗯 就是一言不合 他就上去给我一下 一般是脚踢还是 用手打 而且打脑子 平时他有好多事做的 让我挺生气的 然后我说他也不听 所以我只能动手了 动手是不对的 但是我说话他不听 我没有办法了 打得疼吗 疼 那你做了什么事 他要打你呢 他疼他才长记性啊 因为我说他根本不听 比如说 就比如说 我跟他打电话 他当时是在实习的时候 然后周围有同事 我当时在寝宿宿舍里面 嗯 我打回去以后 然后他说 喂 然后我以为他在听 我就跟他说话 我就说 哎 今天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怎么什么 然后他这中间 就跟这个说一句话 跟那个说一句话 一会儿来一个同事找他 然后再来一个 跟他说一些杂事 他也听 结果等我说完了 然后他就跟我来 就说 哎 你刚刚说什么 没问题 你再说一遍 就这样了 感情我之前说的话 我就白说了呗 那这不正常呢 我在实习 那人家同事找我 那肯定有重要的事啊 而且我在实习的时候 要特别就是看我的表现呢 那你就打电话 你就等两分钟 那你为什么当时 不跟我说一下呢 你说我有事 然后你先等会儿再说 我跟我同事先说一下 他就是一点通知都不给我 直接就是跟别人就接话去了 是 就算我这件事是做得有点不对 那你也不能在朋友面前 也不给我面子 就我们在大街上走 是我们俩正说 一会儿看哪个电影 或者怎么的 那迎面过来一个同学 那人家看着我跟我打招呼 我瞬间马上就应该回应他呀 男同学 女同学 男同学 男同学 啊 对 然后呢 他这边跟我说的事呢 我就没听 我就可能人家跟我说哈喽 然后我就回应回去 你那次说哈喽吗 你这一连串 你就跟他开始说话了 把我抛一边了 然后他就给了我一下 就在我旁边前给我一下 你让我玩了个大街上 一点面子都没有 我是因为他经常这样 说着说着打断我 就开始跟别人说话 我觉得他特别不尊重我 所以今天两位来干嘛呢 我希望他能改改这个毛病 他改什么 就是很多小事 我是一个比较关注 就是小细节的人 他这些小细节 让我特别受不了 我一开始喜欢他吧 就是因为他有很多的优点 然后 比如说 比如说他脾气算比较好吧 脾气好 还能包容我一下 能包容你 你还知道你脾气不好 不容易这姑娘 还有呢 我是脾气不好是因为他 还有就是他做事比较有调理 会帮助我考虑事情那样的 但是我觉得他现在 他的这些毛病 已经盖过他的优点了 你来干什么呀小子 我来本来我一直以为 这是咱俩之间的事 但是后来嘛 因为已经毕业了嘛 然后我妈妈说 想见见他 然后给他带家里去了 带家里去了 肯定要吃个饭啊 我妈就在厨房做饭嘛 我俩就在大厅正常说话嘛 聊天 然后我妈在厨房叫我 那肯定是有事啊 然后我就直接过去了 啊这样的话也不乐意 然后就上去也打了我一下 当对你妈的面 对 我妈就看着了 因为第一次见面 我妈也没说什么去 就说有事好好说 就别动手 就语气也挺好的 然后他就直接就不乐意了 我没有使劲打你 就是拍了你一下 然后他就直接起来 摔我家门直接走了 那你让我爸我妈在家 就是怎么想你啊 我怎么说呀 你考虑过这件事的后果吗 那不还是因为你 现在这样不尊重我吗 我第一次去你家 然后你也打断我的话这样的 我特别讨厌 别人在我说话的时候 打断我 然后跟别人再说话 我觉得就是对我很不尊重 你在你家长面前 都这样不顾忌我 我当时是脾气上来了 然后我就拍了他一下 我没有使劲打他哪 说完了吗 真不敢插嘴 怕你打我 两个小自私的小朋友 就各种自我在那乱窜 到底是什么出现了问题 听听老师的建议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打人对吗 我知道不对 当着人家父母面打人对吗 不好 对吗 不对 我觉得这不是脾气问题 我觉得这是教养问题 这话稍微重一点 但是我是为你好 不要把这些问题 归结到我脾气暴躁 脾气暴躁不是一件 值得沾沾自喜的事 跟您说一下 我跟别人不这样 我知道你跟别人不这样 他是你男朋友 我说万一你换一男朋友呢 对吗 万一换一男朋友 你又这样 当人家妈面这样 不 那这个事我们就翻篇 然后说你们两个事 我发现一件事 你们在生活里面的时候 总是想到 我应该怎么样 你应该为我服务 就好像你 说我来你这花钱 你就应该为我 去把那个餐具洗了 你也是 为什么你老是看到 我这个衣服上这个优点呢 每个人都在想到我 所以出现一个问题 就两个人在一起之后 因为我的轮角太重了之后 就打各种打 没有办法在一段亲密关系中 形成一种互赖模式 我相信你们都听过 磨合这个词对吧 现在小年轻啊 一般啊懂什么叫磨 打架就是磨 互相碰 磕磕磕磕碰 这叫磨 但什么叫磨合呢 你知道什么叫损某结构吗 没有损某结构的时候 西方人做合怎么做 拿钉子 啪啪啪叮 拿胶 给它粘起来 中国人用损某结构 这个板上我扣两栋 那块板上我扣两栋 咔一拼 严丝合缝 不用钉子 也不用胶 合上 你们能从这个故事里面 听懂什么东西吗 就是我们得为对方 留空间 留了空间之后 我们才能合 不留空间 最后我们要在一起 拿钉子钉 就只能破坏性地 钉在一块 你给它留空间了 你给它留空间了 我爱你这句话 不是留在嘴上的 是在行动里面的 是在包容里面的 是在往后退的 那个动作里面的 明白吗 先来说女生 就是 你是不是特别信奉一句话 什么样能形容 你们两个人的关系 有多亲密 就是人们常说的 你是我不洗头发 都可以溅的那个人 我是比较相信这人 是吧 所以你觉得 你对男朋友来说 我把你当自己人 我不洗头发 我都可以见你 所以足以见得 你跟我有多亲密 对吧 但是还有一句话 叫女为越籍者容 那你又怎么理解 这句话呢 可能就是 就是为自己喜欢的人 就是展现 最好的一面吧 嗯 所以呢 你喜欢他吗 嗯 喜欢 你每天去见他之前 会精心地打扮自己吗 嗯 不会吧 其实很简单 你们两个人 都是爱自己 胜过爱对方的人 我是小太阳 你们都要围着我转 这样的人碰在一起 很可怕的一点 就是他们不懂得 为爱牺牲和付出 也可以换一句话来说 我始终坚信一点 如果你碰到 真正能够让你 炙热地去爱的那个人 你不会这样自私的 真正爱的 两个人在一起是 我想要让你 舒服地跟我在一起 而不是我自己 舒服和你在一起 这是我认为 真正相爱的态度 可能你们两个人 还没有遇到 真正能够让你们 放下自己 去好好爱别人的 那个人 但是因为你们 在这个年纪嘛 不懂得 也是正常的 但是我觉得 前提是什么 就是 都要为对方多考虑 把自己的东西 先放一放 如果两个人 都是死脑筋 觉得我不能改变 那你们这段关系 可能到此就结束了 没有未来 也没有继续 也谈不上什么 喜欢和爱了 好吧 谢谢 他们俩之间的问题 还不简简单单 是你们俩所说的 男生 有洁癖 自己不动手洗碗 却一而再再而三地 要求别人给自己洗 这是自私 跟你说着说着 就可以跟别人说话 不尊重你 这也是自私 你也同样如此 当主持人问你说 你为什么就不能帮他 带一副碗筷呢 你说我凭什么 然后每次跟你说话 说到一半跟别人说话 你会用暴力的方式 告诉你 你在不尊重你 这也是自私 但他的自私来源于自大 你的自私 其实来源于自卑 这是你们俩真正的问题 不平等 自大的自私 是由上而下的俯视 你给我干这个 你给我干那个 你说话我可以不听 但我说话你必须要听着 这是一种傲慢 而自卑的自私 往往来源于 我在恳求你重视 别看你是打他 你扬起的是手 其实腿是跪下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其实很多次 你在他面前 都是爱得卑微的 你在恳求被关注 你认同我说的吗 您说的我认同 但是还是因为 他这么对我 我才提 一个真正内心自信的人 能够自信的我说话 周围的人一定会听 因为我说的有道理 因为他爱我 他会用这样的方式 强迫你来听吗 不会的 因为自己长期不受重视 所以你才会恼羞成怒 甚至这种恼羞成怒 发展到 对方的母亲在那的时候 你也要这样去做 可见 你自己认为 在他心目当中 位置得有多低 因为你一直是被嫌弃的 在一个珍珠奶茶罐里 插楼管 他都不愿意 可见他有多闲心 而你的那句话 凭什么 我要帮他带碗筷的时候 其实在我看来 不是你不愿意 而是你内心在反抗 我又不是你的仆人 凭什么我要帮你带 所以说一个自大 一个自卑的人在一起 他形成的不平等 不尊重的 这样的爱情关系 你认为能持久到哪儿去 他永远傲慢地 这样邪顺你 你永远贵致地 恳求他关注 这样的没有尊重感 你们俩在一起 还能有多长呢 你应该找出 自己的自信 无论恋或者是不恋 你都得活出自己 至于男生 我不知道你哪来的优越感 与之其实 所有有洁癖的人 是绝对不能够容忍自己脏的东西 吃到嘴里的 别人不干我都得干的 但你偏偏不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谁会把你宠成像公子哥 每个人之间都是平等 没有平等 就不要谈爱情 希望两位 把那个自私的东西卸下来 不爱就是不爱 好聚好散 别在一起拧着了 除非你们都把自己放下来 愿意为这段爱情付出 好了一起进入那几天 和古方红堂真情六十分 刚才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觉得你挺好的 说话挺温柔 然后对我也非常体贴 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 就是增长吧 深入的了解 我觉得 你有的事就是 即使我能容忍 但是我的家长容忍不了 然后我真的希望 你能改一改 因为如果你改了之后 我们还有可能在一起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 我不知道我们以后 怎样才能走在一起 其实咱俩以后的人生的选择 应该不太会一样 因为你是要工作 我可能会选择考研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我觉得你对我不像以前 那么在意了 你比如说就这些事都能看出来 你以前其实对我不是这样的 慢慢你是变成这样的 所以我的脾气也是有你引起的 我希望你可以改一改 好 时间到 这还在做最后的较量 来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爱奇艺 乐视视频 PPTV剧力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来吧 看选择吧 请开门 希望老师们的话 对你们的人生是有启发的 未来如果快乐了 今天经历的苦难 其实都不算什么